好,来到这里是周星驰的《在少林足球跟功夫》之后 少林足球非常精彩 好像有人告诉我说 他被誉为,拿很多奖 他被誉为是曾经历史以来最好看的足球电影的两部的其中一部 我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 我不知道另外一部足球电影到底是怎么样 那我们小时候,香港有个卡通片是日本人画的 叫足球小将 足口小将,足球小将 然后很夸张,球球会飞到天上,停在上面不下来 然后龙门可以在那边 然后卡通片可以有一级就这样看那个球 他怎么跑 那个球场很长的,卡通片我说 很多人飞来飞去 踢个球上去,晃很久 龙门就很紧张 然后就到下一级 啊,一下来以后,哇,手套都磨破了,什么什么什么 那这个,这个其实足球小将基本上是用这个来当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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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蓝本的 一个,一个,一个,非常好看 非常非常好看 你们很多笑话都很精彩 我带我,我带我两个小孩去看的时候 去看广东版的 他突然在里面,在那个龙门那个谁啊 啊,那个演那个,眼睛很大 那个,演那个,演那个,啊 这个,剃了光头,来帮忙吗 那个女的,哎呀,不管了,不重要了 走错了去人家的龙门 然后周星石碰到他 他突然讲国语 你赶快回去火星吧 地球很危险 都很好笑 都非常好笑 真的消了眼泪都出来了 啊,直到功夫 更上一层楼了 啊,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功夫 再重看一次功夫的话 你记得用我这个角度来看 其实周星驰在里面没演多少戏 少林足球周星驰还在里面 大量的出镜 可是那个功夫里面 周星驰几乎只有三分之一在里面演 回去看 已经是大量的是包猪婆 包猪公 然后那个琴的那个玩法 什么什么的 其实周星驰并没有战戏很多很多 那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功夫之后周星驰开始就转成一个纯导演 他不再演了 接下来的长江七号 其实也是 其实也是他自己有演的 可长江七号就想要玩一个温情的 很显然 他应该就是没有掌握好 那其实呢 在他转进去少林足球跟功夫之前 还有一部戏叫喜剧之王 那我当我 我上一集有讲过嘛 他当他去到那个所谓 龙过基年啊 百变新军之后 周星驰就开始去拍那个叫 喜剧之王 其实已经 其实已经不是周星驰的 原来有的那样的模式了 我个人觉得并不好看 我当时第一次看的时候 喜剧之王在演什么 那很奇奇怪怪的 奇奇怪怪的 当然有点没掌握得到 他其实想要开始把自己沉淀下来的感觉 没有 到时很好奇的事情是 我后来去问一些搞电影的人 年轻人 他们现在拍电影的什么跟什么的 比如包括我儿子这样子 我就问 你觉得那个喜剧之王的第一集 原来那一部是怎么样 非常精彩 非常精彩 尤其是他们现在已经有 一些拍戏经验的人 特别喜欢 那这是另外一件事了 这是另外一件事 那回来 回到他真的正式转型了 少林足球 这个功夫 然后长江七号之后 他有点没抓到点了 接下来他还能玩什么呢 还能够就怎么样去处理 那个时候 就开始完全用纯导演的身份 拍了好多的戏 那很明显 后来他纯粹 他自己当导演的技巧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有很多的技巧上面的衔接 都是差那么一点点 当然你会理解 就是说 也开始听到很多风言风语了 说周星之使 没法跟任何人合作的 那细节我完全不知道 也不会是我们今天所聊的内容 我觉得当一个人能够对自己的能力 有想法的时候 他很想独立去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 他总是要经过一些清皇不戒期的 那这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用今天的角度看的话 其实最近的一部 其实就是他的喜剧之王的二 说老实话 说老实话 我非常喜欢周星驰的喜剧之王二 一样我们还是有一些技巧上面的一些 你的要求 也会有一些 他找的演员 为什么不 女主角很会演 演得非常好 可是其他在旁边的人就怪怪的 当然我们可以掉进了一个争论里面就是 我现在真的是在找那些不会演戏的人来 要拍出他们的真实生活 那我就 我就没什么好变的了 我觉得这个事情 有听过一个传言 周星其实在拍 其实他正在拍另外一部大片 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 可是由于那个电脑没办法做出来 没办法完成 尤其在那一年的贺岁片里面呢 他就先把一个 他其实存档的一个旧的剧本 叫喜剧之王二 先把它搬了上来 然后于是呢 中间呢就会有 出现了最后这个 在可能两个月到三个月 很密集的时间里面 就把喜剧之王二拍出来 我再强调一次 喜剧之王二我是很喜欢的 尤其是那种 还没有成名之前 所碰到的一些问题 我不知道这个 女主角很会演 很会演 我只是不懂 为什么找他那个男主角 然后呢戏没戏 帅也不帅 女的还蛮漂亮 蛮有魅力的 可是那个男的 那个女主角就很爱 这个男的就怪怪的 甚至那个男的 其实是个骗子 那这种剧情 我都会觉得很奇特的 到时我发现了 这个戏里面 其实周星驰一直很喜欢 他很多戏都是一镜到底的 我后来还猜想 由于他那个时间不够长 有点用三四个月 就把这个戏拍完的关系 所以他其实 每个戏里面 都是一镜到底的 女主角送外卖 送到一个电影公司里面 走进来把东西放好 发现他跟他那个同学 一起上去面试 这个同学被选上了 没选到他 那个同学在那边 跟导演一路念剧本 你就要跑过去叫他 喊了他很多声 他都不理他 最后导演就赶 这个女主角走 那个女同学 导演我来处理 把她拉了出去 那个都是一镜到底的 然后那个女的 把她拉到电梯口里面去说 你想要 可是你得不到 我不想要 我反而得到了 这就是命啊 你认命好不好 所以我觉得这里有很多 当年周星驰早期的时候的心酸 然后这个反正 反正我在这行里面 我看清很多这样子的 甚至体验过很多这样子的 一种生活方式 那个过程都体认过 然后大家也没有注意到 那个镜头 是他一记到底的 他人进来 把东西摆好 跑过去跟导演 炉炉炉 然后每一个人的反应 什么什么 然后女孩子把 女主角把她带出去 去到电梯口 把这个话讲完 然后轮到那个女主角 叫她点真的不叫 对人生都已经 失去了所有的意义的感觉 其实很强很强 因为他应该很赶 所以我高度怀疑 他拍这个戏的时候 就是每天演员来 把这场戏 每一个步骤走好 然后大家记好自己的词 因为一进到底的 没办法剪接的 所以呢 接下来呢 那个摄影就跟你走 走完以后发现 哪里的光不够 就开始补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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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 从早上开始 然后回去化妆 化妆回来后下午来 一次试试看 可能要有个人搬到脚 再来第二次 再来第三次 每个镜头 就几乎去到三分钟 四分钟 于是呢 就一天就可以拍个 拍个四五分钟 然后呢 后来 很多幕都是这样子的 有机会再去把《喜剧之王》 再二 再看一次 后面成功了 得了奖之后 他那个同学在那边叫他 哎呀 叫什么名字 我也忘了 叫他叫他 他完全不理他 那种感觉 我觉得周星驰 是表现得非常好 然后可以去 如果想要去真的理解 周星驰的 他整个人的想法 我觉得看《喜剧之王》 二时候 其实可以看到很多 很真实的一些 在我们这行里面的 那种喜怒哀乐吧 那到目前为止 最新的那个电影 周星驰拍的 应该就是《喜剧之王》二 那好 聊周星驰 只能聊到这里 我看看 我中间没有漏掉 一些什么的 常常都很奇怪 有些怪想法就进来了 那到时候 我们再继续聊吧 那当然 你们尽情发挥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